是杨院长救了我 他给我做了四次手术 四次啊 做完最后一次 就被抓走了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 我就不相信 这样的好人会是罕奸 骆先生 既然有人证 就把他请出来 让我们大家看看 看看他敢不敢 搭住我们大家的面 不嫌要院长 对 把人们都带出来 对 快 大人们都带出来 大人们都带出来 带不出来的 昨天 昨天晚上 人真被枪毙了 已经被毙了 假的 你们说枪毙就枪毙了 拿咱们当个小孩呢 我说你纸上写的字是假的了 一定是假的 有人屋前有院长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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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 就请县长 现在就给我们个说法 是吗 是 这种场合是不便于把事情说清楚的吧 说清楚 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我就不走了 我就在等杨院长 快 让杨院长自己出来说 杨院长不会撒谎 我们相信他 让杨院长自己出来说 杨棍宇 是要提审了吗 你们的工作效率也太满了 我等人一上 好 谢谢 来 给 杨院长 ż 杨阳 赵 杨 杨 霍 杨医生 你放心 大家都是来救你的 毒素杖害不了你 没有人能害得了你 谢谢大家 请大家相信政府 会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 不行 杨院长 我们信你 你就告诉大家 你到底是不是汉奸 对 杨院长 你当着大家的面说 说你没有叛国投敌 你要是现在不说 他们会趁大家不知道 害死你的 对 我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 现在我可以 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们 杨冠宇 不会叛国投敌 更不会当汉奸 释放杨院长 杨院长无罪 释放杨院长 杨院长无罪 释放杨院长 杨院长无罪 释放杨院长无罪 杨院长无罪 释放杨院长 杨院长无罪 释放杨院长 杨院长无罪 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明 杨冠宇虽然没有叛国投敌 但还是不能被释放 因为我的确有错 那个日本人的死 跟我有关 为了这件事 我愿意接受政府的任何处罚 整个玉城都震惊了 却显出从未有过的安静 只有一双双眼睛 用不解和疑惑 在空气中支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而父亲 却笼罩在一片尘埃落定的祥和之中 父亲说 面对这么多热切关爱着自己的眼睛 他怎能允许自己犯错呢 他要对得起这些人的信任 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 监狱的走廊 无边无际 仿佛通向世界的尽头 但父亲的心情 无比平静 父亲认为 在石垣的事件上 自己是有错的 他甚至不再关心入狱的原因 对于一个需要向灵魂忏悔的人来说 监狱 无疑是最好的地方 洗脑 哎 这杨冠宇呀 可真是御城县有史以来的第一大骑人啊 你们都听说了吗 他就是不肯讲 为什么要愣是那个日本人 传男秦署派下的法官都放出话了 只要他说是因为恨日本人 一时没忍住 就不治他的罪 他就不肯顺着词说 非说自己有错 我看他是学西医 跟洋人学傻了 真可惜多好的一个人 十年恼遇之苦 最难的怕是何大小姐了 从小拒万千宠爱余生 这下从天上掉地窖里了 小姐 不好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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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刘妈 太太 太太又可选了 好 娘 娘 娘 小姐 娘 刘妈 快请大夫 哎 女儿 我也没用 怎么回事 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是跟自己生气 我恨自己 找着往那儿牢里做梦 她 她 她 你这刚结婚 就要说活果 你让我 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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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娘咋样了 大夫来了 在里边看着你 在里边看着你 杜副院长 老夫人这病是激活攻心 我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只能用这药调理调理了 可选都好几天了 你管调理管个平庸啊 杜副院长 杜副院长 依我之间 她老人家最好送伤病医院 那你的医生多 医疗设备全 大人数业 有时候 的确比吃中药还来得快呀 废话 她老人家要是肯去伤病医院 我还用点来请你啊 我就是死 也不死在伤病医院 想起那个杨冠语 我就生气 娘 我求求您了 你又不是七老八死的 动不动死啊死的 吉利 自从你嫁给那个杨冠语 我们家里 那还有过吉利的事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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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妈 刘妈 做了 在监狱里 我的父亲不再是受人尊敬的医院院长 作为一个普通的囚犯 生活 如同反复播放的纪录片 单调而刻板 可命运 向来就是最伟大的戏剧家 父亲没有想到 他生命中最为奇妙的一个章节 已经悄然开启 问清楚了 这龟钻子是个医生 弄死个日本人 你没打听错吧 弄死了日本人应该论功行赏 怎么反倒关这来了呢 我还纳闷呢 听说还被怀疑过是罕奸 罕奸 告诉弟兄们 一会儿见面礼 给加厚点 帮我捡起来 谢了 捡起来呀 我刚才已经帮你捡过一回了 我是个医生 如果你有病的话我可以帮你治 如果你很健康请你自己捡吧 你骂我 他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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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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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认命 谢林先生 为川南特别刑署 欲成伤兵医院院长之职 承望谢先生 以国家民族安危为己任 不负重托 率全院医护人等 为我军富商将士 早日全域重返战场 而克尽职守 竭尽一枪生命之力 县长骆元发 骆仙长 希望诸位能积极支持 谢院长的工作 拥之 代之 谢院长 老黄 随便坐吧 恕我直言 我觉得这个位子 不适合你坐 不过 不过骆仙长说了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随时去找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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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会看病的人 和所有能救命的家伙 跟我走 好 早 早 我娘醒了没有 是你啊 老人家是 即兴心理衰竭 我们来晚了 您解爱准备好事了 你放屁 小猛 我那根本不会看病 去 对 把你医院所有大夫都找来 对不起来 你听我说来不及了 老人家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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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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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是被拖着回来 还是被抬着回来 肯定是被抬着回来 肯定是被抬着 咱们隔几个有几个都拖着回来 就他那个神之国 巫爷 我看未必 这小子挺惊叹的 那天你们几个手下的够黑的 人家可是连身都没支 是啊 巫爷 两根烟一配四 押一回咋押 我押抬着回来 我也押押押 押不押 押押 那我就押 偷回来吧 巫爷 那你这回啊 可输定了 没输赢叫啥赌啊 配兄弟们玩玩 好好好 押押 押回来 去吧 借了鬼了 娘的 他早回来了 巫爷 不会说那小子根本就没别动行的 疼的 ID co 我得精神 当然没運了 就是 Mental 你看他 我们谁都没赢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 我只是觉得有点意外 现在你应该是在西南联大了 我来看你 准备也要告诉你 西南联大我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你 我要去重庆为你喊冤 他们凭什么判你十年 你根本就没有罪 我希望你不要冲动 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明天就动身 去西南联大报道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 但是不管你认为我是在胡闹或者什么 我都会去这么做 哪怕要我在重庆干十年 哪怕我在重庆只能让你早出来一天 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个好医生吗 西南联大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医学教授 你可以得到一流的医学教育 这种机会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的 但你现在得到了一定要珍惜 所以我希望 你能尽快地去那儿报到 好不好 现在对于我来说 没有什么事情比你更重要 秦小姐 你听我的 要不然你会后悔的 我不会后悔 对不起 杨院长 我已经决定了 山上来人了 山上来人了 午夜整个能见面呢 午夜吩咐 这段时间都乖一些 谁都不准惹祸 啥说悦一批 从现在起 嘴里不准吐出这两个字 不听见了 你能来看我 我真的很高兴 谢谢你 但是这件事千万不要再管了 你管不了 我被关在监狱里 根源不在重庆 在这里 二十年前 当我选择医生做给我终生职业的时候 我选过是 我要永远终于医生这个天职 真爱每一个经过我双手的生命 但是现在 我的这双手 参与了扼杀了一个人的生命 我不管这个生命是哪个国籍的 他违背了我的事业 所以即便他们不判我有罪 我也会得到惩罚 所以我不在乎在这里待上十年 所以我不在乎在这里待上十年 所以我把这唯一的名额给了你 我这不带有任何私信 国家 要把你这样的人培养成为一个好医生 因为国家需要你 因为国家需要你 听我的 去西南联大 好好完成你的学业 做一个称职的医生 别让我失望 好不好 另外 请给雪珍捎个心 我要跟她离婚 太难 Idea 雪珍 不早了 回去吧 宋山哥 你帮我安排一下 我要见杨冠宇 我要跟他离婚 我不愿意见何雪珍 你替我转告他吧 怎么回事 杨医生怎么会提出来离婚呢 我曾经梦到过好多次 杨冠宇为了我和何雪珍 离婚 但这都是梦 我知道 这件事和我没关系 行了 你就别什么事都加上个你了 你要真喜欢杨冠宇 你就离他远点 否则不但会害了他 还会害了你 我决定去西南连带 哎 杨冠宇 来 春花叶 啊 过来啊 来来来来 拿点啊 我再给你点上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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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干什么 哈哈哈哈 放开 哈哈哈哈 你们想干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嘞 老实说 今天来看你的那姑娘是你什么人 我医院的护士 长得蛮漂亮的 所以你也没错啊 哎 很疼的 哈哈哈哈 为啥跟你老婆离婚 是跟那小护士犯贱的吧 都混到这地方 啊 还忘不了风流 哈哈哈哈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哈哈哈哈 请你放开我 跟爷说说 是不是 你老婆长得很难看啊 一脸麻子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你放开我 还挺横 跟吴也是横 明天放风的时候 打断你龟宋的嘴 打断你龟宋的嘴 打断你嘴 放开我 哈哈哈哈 打断你 看你的力量 喂 那个 小护士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很不孝 娘的葬礼未能参加 幸好你不能去 不然他帮人家做不好 什么意思 你说啥意思 干将就是被你这归宋的气死 雪震 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这个地方不是你应该来的 是我邱松山哥带我来的 我得来看看 我的丈夫 把我娘气死的女婿 每天都在什么样的地方吃饭 睡觉 你先说 你见到方淑清小姐了吗 她有没有把我的愿望转达给你 我非常感谢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但是现在我要跟你离婚 为什么 因为我不爱你 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你再说一遍 我不爱你 我不爱就应该分开 在我看来 你是郁城县 最具时代精神的新女性 其实我每顿 都想吃到你做的饭 现在 真正的爱情来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永远都不离开了 你撒谎了 关羽 你撒谎了 你在骗我 你是个骗子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杨花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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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胡说八道傻 你找死我 杨花瑜 你可以欺骗你自己的感情 但是你休想骗我 除非我死了 除非我死了 你也休想跟我死 你 回去早点睡 甭想那么多 我看你这两天气色不好 千万别折腾病了 我真没出息 你见到他 就什么都完了 我发现这就是我的命 我爹活着的时候问我 你最崇拜谁 我说我最崇拜 宋十三姐妹 我幻想着跟他们一样 有成功的事业 浪漫的爱情 还有尊贵的地位 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梦想 不说这丧几话 宋山哥 你告诉我 十年 有多久 我说你 我自分之间 非大家 就是 幻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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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出职员吧 我说你厌妇不浅啊 俩漂亮女人都对你死心塌地 应该说是你有厌妇啊 在这种地方还能看到余成最漂亮的女人 还是两个 艳福 跟艳福相比 简直就是一位狗屎 你杀了日本人怎么还说你是罕奸呢 我不是罕奸 那你干嘛要杀那个日本人 这是我的秘密 看得出来 你还是喜欢这个女人 可你为什么还要跟她离婚呢 我是一个囚犯 我要在这里待上十年 换了你 所以 你能让你最心爱的女人 就这样等你十年吗 我才不在这儿待十年呢 东副县长您就别硬撑着了 让大伙散了吧 想干啥就干点啥去 是 是 算了吧 算了吧 我们也想练出铁来 可现在别说盖自己的高路练铁 连盖房子的钱也没有啊 钱的事不归你们管 你们只要记住 现在咱们脚下这个地方 就是咱们玉城县的练铁厂 咱们的铁厂永远炸不垮 以后你们哪一个再敢说丧气话 不管谁听见 就上去给他拉着瓜 严重铁来炸小时候玩 炸小时候 我们去杜副县长呢 你说吧大家伙先干点啥 对 干点啥 咱们先把这块宝地清理出来 准备盖房子 起高楼 你给杜副县长出的这个主意好啊 在这种情况下 也只有动员商人和乡师们捐款了 我们会多做些宣传工作 提高大家的抗战觉悟 啊 不过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县政府明目繁多的各种捐款非常多 打的都是抗战的旗号 这钱用在哪里根本说不清楚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捐款都有抵触情绪 有几家炼铁长需要捐款的数额有这么大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炼书钢铁支援抗战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炼书钢铁支援抗战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学生马们都上街了 这你们都知道吧 那你们这些有钱人该干点啥 这读书识字就是好 能让人有觉悟 能让人懂得事更多 能让人 答案 我是个大老村我不懂 可是炼铁这事我懂 那一炉生铁就可以生产六百颗手榴弹 好几十颗地雷 要是把这些生铁重新回炉炼成钢 那就能造出一门大炮 大炮懂吗 这些手榴弹地雷大炮 要是放到咱们军人手里 那就能把上百个小日本盖回老家去 只有他们混蛋 你们 才能踏踏实实所受 才能赚更多的钱 对 这个道理你懂吗 懂吗 你懂吗 等了 等了 你们呢 既然大家都懂这个道理 我就不太废话了 最后一句 国难当头 哪一个敢不出血 他就不配站着撒娇 他就没脸揍出这个打扰 那你给我爬着出去 您是不知道啊 那些学生游行古动 再加上杜松山吹胡子瞪眼 没有一个敢不认捐的 我估计今天一天时间啊 他们就能收上了一百多万 徐恩 他杜松山这是在鸣抢 已经有人放出话了 说捐一不捐二 前些天咱们县里派去那些款项 他们都准备抗着不交呢 现在县城里议论纷纷 说牧捐的名堂倒是不少 可没有看到哪一项真正是为了抗战 还说呢 往后要是再牧捐 县里头必须把牧捐的实际使用情况 清清楚楚地公之于众 你说 清清楚楚公之于众 一群草民他们也配 我怎么觉得 这里边像是有人在捣鬼啊 通知所有参议员 马上来开会 我就不信 他杜松山为了练铁场 连乌纱帽都不要了 啥事真玩着我 宋山呢 之所以 这么着急地把你找来 是因为 有个情况 必须得让你知道 至于 如何处理 如何挽回 你自己拿主意 啥事 爱 怎么能消失在温暖后的心碎 暮色依然完美 随之间刻画出沉默而眼泪 轮回 轮回成诗篇 胜过流光般明媚 美 化作溪杯 生恨穿透了夜色淒淚 谁从不随着时间枯萎 眼泪遮不住光辉 光辉